西九文化区M家博物馆有展品被指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 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重申 博物馆会遵守香港法律和港区国安法 暂时也没有收到国安公署的查讯 仍然未正式开馆的西九文化区M家博物馆 近日有展品被指违反港区国安法 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大同立法会议员参观博物馆之后 博物馆在管治和救入藏品都有严谨政策 也会遵守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 如果有任何作品国安公署认为是违法的话 我们一定是依法处理 我们会继续秉承着我们把关的功能 也会在任何展出都继续以专业、客观、持平 尊重当地的种族、族裔和宗教的文化 对于馆藏里面艾薇薇一幅相引起争议 唐英年说博物馆本来就没有打算在开馆的时候展出 有人说我们跪下就要抽起那幅笔雅的相片 我们从来都没有计划过这张照片会在我们开馆的时候作为一个展品 所以拆展不是一个集货摊 唐英年说公众可以在博物馆网页查阅所有的藏品 经审视之后部分作品被列作涉及人之不雅 限制18岁以下人士不能进入相关页面 他又说博物馆有大约8000件的藏品 四分之一由本地艺术家创作 净为比例合适 但就不是硬指标 无线电视记者 利由本报道